好吧 上午咱们是把流量的这个东西都写了吧 对吧 实际上这里面重点的知识点的就是什么 自定义你的分区 然后上面的是自定义你的分组 好吧 自定义你的分组 然后当然像下面这种东西呢 这个咱们待会再讲吧 这个其实是一个思路的问题 咱们主要把一些咱们自定义的东西给讲一下 好吧 主要就是自定义的 那这个呢 是咱们的一个托普恩的 对吧 咱们昨天讲的咱们的什么 咱们的这种的机制 咱们其实已经讲过了 托普恩的一种机制 好吧 咱们这个呢 咱们就一样 咱们把数据 咱们就这样的数据 对吧 现在我要这个数据了 什么 我想要的就是需求是这样的 求出每一个订单中成交金额最大的一笔交易吧 对吧 这就是咱们的托普万的一个 处法吧 对吧 托普万嘛 当然咱们昨天说了什么 托普万跟托普恩 其实差别并不大吧 对吧 托普恩跟托普恩差别并不大 那那个图呢 我就直接拿过来啊 不再画了 托普托普几单 这个吧 直接就这个东西 对吧 咱们说了什么 这种咱们这个输入是这样的 然后呢 咱们要求的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吧 对 要求出来数据就是你的托普万的数据 对吧 然后咱们昨天说了 然后什么托普万呢 咱们的Value可以不要是吧 Value可以不要 然后什么 你托普恩呢 咱们Value是要的吧 Value跟你的key一样的吧 对 一样的 然后重点在什么 重点其实在咱们这块 咱们要实现一个这种的什么 托普万或者托普恩的话 咱们其实主要就是要实现你的这个 Grooping 看不得吧 对 主要实现在这里 Grooping 看不得 然后呢 咱们要实现一下咱们的 看不得 方法 对 看不得方法 然后呢 但是什么 咱说你在实现你的Grooping 看不得之前 咱们需要保证咱们的数据 在同一个分区内 对吧 同一个订单的数据 咱们必须得保证它在同一个分区内 所以这边咱们什么 咱们要自定义咱们的 法梯线吧 对不对 自定义法梯线吧 对吧 你的分区 对吧 就要咱们上午自定什么 咱们按照你的 手机号的前三位来 分区吧 对不对 按照你的手机号前三位吧 那这边什么 这边咱们是不是也一样 按照你的订单的 ID来做分区吧 对不对 按照进单ID来做 那然后再接着咱们还要什么 还要保证你的数据是有序的吧 对不对 就要输出什么 我输出数据 我到底就是 我说数据 按照我的固定的什么 规定的顺序 来进行一个排序吧 对不对 那这块呢 咱们是不是上午也做了 咱们什么 按照咱们的key的 compare to方法来实现你的排序吧 对不对 实现你的排序 这个呢 咱们利用的是咱们框架的分区加排序机制吧 对不对 只不过咱们什么 咱们实现的是咱们自己的分区的方式 咱们自己的排序的规则吧 对不对 实现了自己的分区 实现了自己的排序 那这样一来咱们说 你在数据里面 咱们什么 利用的是你的数据 咱们就应该是 按照我的什么 按照我相应的我的分区 按照我的排序 然后它数据是排在咱们的文件里面吧 对不对 最终呢 咱们说你的利用的是咱们的数据呢 都会合并到一个文件里面来吧 对不对 合并到你的文件里面来 好 那然后呢 咱们再叫什么 就是调用咱们的就是方法吧 对不对 但是咱们说什么 咱们在调用的就是方法的时候 因为它的key呢 同样是你的对象吧 对不对 同样是你的对象 那对象的比较咱们说过 它是按照什么来比较的 按照你的哈希扣的指望 对不对 哈希扣的指望 实际上什么 咱们默认的就是按照你的内存地址来做一个什么 来做一个比较吧 对不对 那如果是那样的话 咱们说什么 你的这个数据 即使你的订单号相等 但是因为什么 你是属于不同的 对象吧 对不对 不同的对象 那么你什么 你实际的比较 你也会不相同 所以咱们要实现你的grouping completter吧 对不对 实现咱们的grouping completter 那这个就咱们的grouping 分组比较器 咱们要实现的功能吧 对不对 分组比较器 所以咱们要实现一个分组比较器 你首先咱们要做发提线的操作 首先是吗 其实咱们还要做咱们的compare tool的比较吧 对不对 最后才是咱们什么 grouping completter 对吧 最后才是实现咱们的grouping completter 然后这是咱们的这一个的东西 对不对 然后当然什么 这里面咱们说数据 当然也有啊 订单数据呢 对吧 等我看一下是哪个吧 order呢 托盘的这个 先看一下不是这个 哎我的数据呢 哎我排气数据怎么不见了订单的 有哪个像是订单的 都不像是吗 我感觉都不像呢 这个也不像啊 哎我把数据给丢了吗 不至于吧 也不是这个 哎 就 就 就应的 就应的应该也不是 啊 啊 是这个 对吧 grouping的input嘛 好吧 咱们记得压缩 咱们是这样的一个数据 对吧 那来吧 咱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东西 咱们到底是怎么 怎么去做的 对吧 这第一个是吗 咱们从原理上 咱们是从你的机制上 咱们去分析一下 咱们要做什么 那第二个呢 咱们什么 咱们就从咱们的思路上 好吧 直接咱们的思路 同样是吗 画个图可以 对吧 数据咱们说这块数据 咱们要分析一下 你什么map 你的就是 它的数据到底是怎么输出的 好 这个咱们就来 对吧 对吧 这块现在来说咱们是吧 就这样的一个数据吧 01的02的03的对数据咱们说就这样数据 然后咱们这是输入 那再接着呢咱们就来画一个输出 对吧 那map灯输出咱们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 map灯的输出 对吧 输出实际上是什么 按照你的顺序来吧 但是咱们说这块输出咱们是输出水你的 类吧 对吧 那类呢 咱们就直接用这个来做就行了 好吧 直接用这个 直接什么 就加个这个咱们的 我写这里面不能那个是吗 直接在这里面加吧 是吧 咱们直接把这个给拿过去就行了 对吧 这是咱们的map灯的输出吧 对 当然你也可什么 咱们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分成 比如说我一个订单 我就是一个map可以吗 可以啊 这样的话咱们什么 咱们可能看起来会更加的 直观一点 就咱们的思路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注意咱们一直要保持的就是咱们 知道这个是在多个的 可以在多个map灯进行吧 对吧 就是你是一个并行的处理的一个机制 好吧 不要单纯什么 不要把这个东西都想成是你的 单机版的程序 对吧 好那这个是咱们在map灯咱们输出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就分成这样的对不对 当时吗 这块咱们把它给截开来啊 对吧 一个就是一个map灯吧 好吧 一个就是一个map灯 其他的咱们不管 好那这就是咱们的map灯的东西 那然后再介绍咱们就要做什么 是不是咱们就要做咱们的suffer 过程吧 是不是要做咱们suffer过程 对吧 suffer过程吗 什么样的结果 对不对 会是一个什么这样的结果 然后什么 那首先咱们就是你的分区吧 对 比如说什么 咱们把这三个map 咱们的数据都输出到一个 你就是里面 可以吗 可以吧 输出到一个嘛 输出两个当然也行啊 输出三个也无所谓是吧 你要输出五个也可以吧 对 就是什么 咱们的就是实际上是 应该是由咱们的用户去 全参数的吧 对 全参数也是吗 咱们在运行过程中 可以根据你的数据量的大小 我可以随时修改我的deduce的数量吧 对 我可以随时修改 这才是咱们什么 咱们写一个咱们的mapdeduce 咱们要做的一个事情 好吧 随时的什么 随时修改 不像咱们上午一样 咱们说什么 哎 我就直接固定了七个 然后你不设定七个 我就什么 我神学我就报错 对 不设七个 我就报错 那这样肯定是吗 肯定是不行的 好 那然后咱们再接着咱们来看一下咱们这块到底该怎么做 对吧 实际上什么 那这种的话 如果说你真的是三个map的话 咱们实际上什么 这一步是不是就三个map数据 我都往一个里面发出发 对不对 我都往一个里面发 当然这边还没到这波 好吧 咱们就先来把咱们的suffer过程给做了 对吧 suffer过程 那咱们说过suffer过程是什么 咱们map单是不是要先做一个suffer吧 map单咱们做分期做排序嘛 对不对 咱们做分期做排序 好 那这块咱们说数据 它就是一个什么样数据 对吧 第一个里面咱们说 它的排序 分析咱们什么 定单号都是一样的 所以咱们的排序 分析是一样的 第一个咱们就分到这个区 咱们什么 这里咱们也没说 咱们是三个 咱们说 分往一个区 咱们先不管分析的问题 对不对 先不管分析问题 就一个分析 说实在的人 你不写制定分析都可以 对不对 就一个人不写都行 但是咱们说过 这个东西我是有可能有多个 我可以设置多个 并不是说你不设就代表 你以后不会用的 对吧 所以这个咱们就直观点 这就是我的分析 一个订单肯定是分往一个区 好 那第二个 咱说这块咱们什么 分析肯定他们也是在 同一个分区吧 对不对 都在一个分区里面 但是咱们的排序 我是不是要先什么 我是不是要做他的排序 对不对 那排序呢 咱们就是这样来做 是吧 咱们按照你的数据的倒数来的吧 对不对 按照倒数 然后它就是你的这一个吧 对吧 这一个也是你的 好 那这第二块的MAP的数据 咱们是就 suffer之后 咱们就是这样的数据吧 对不对 咱们就是这样的数据啊 好 那第三块呢也一样 当然这个什么 你可以弄多个都行啊 并不是什么 就这个咱们分析咱们注意 并不是说你有几个订单 我就要分几个区吧 对不对 不是说你有几个订单 咱们就要分几个区 好吧 想什么 你有几个订单 我分几个组 这倒是正确的 也就是什么 有几个订单 我就调用几次 你就是方法嘛 对不对 按照你的分来 好 这是咱们suffer过程 那咱们说suffer过程是什么 咱说在你的MAP单 就形成了这样的数据吧 对不对 咱们刚刚说了一个什么 一个订单一个MAP 对吧 那这个就是什么 写在你的文件里面的数据吧 对 那这个呢 也一样写在你的文件里面 对吧 咱们是不是MAP 咱们最后的输出的文件 就这样的文件吧 对 就是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什么 如果你是在一个里面 其实也是一样的 分区加排系 咱们说过 排系咱们是怎么排的 按照订单号 正系 然后什么 按照你的金额 倒序吧 对 排系也一样嘛 对 咱们什么 单独拿过来就是什么 可能你不需要管他的东西 对吧 但是咱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 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在一个MAP里面 咱们其实这种结果也是这样的结果吧 对不对 也是这样的结果嘛 好吧 也是这样的结果 那这样一来咱们说什么 那其实也一样 如果说咱们这个数据我要分成多个的区的话 是不是也一样 对吧 比如说这里分三个区 那肯定什么 一个定单一个分区吧 对不对 一个定单一个分区嘛 好 这是咱们分区加排系 那然后再接着呢 就是什么 咱是不是要走到咱们的 理就是单 对吧 咱们要走到理就是单 那这块咱们刚刚说了 哎 我要实现什么 suffer过程 我实现我就是要我的 调用我的partition的自定义类吧 对不对 调用我的什么 调用我的bin的什么 compare to 方法吧 对不对 分区加排系嘛 调用了我的自定义的partition类 调用了我自定义的 比较方法 对不对 调用了我自定义的比较方法 好 那然后再接着 是不是这边咱们叫什么 把数据拉到我的就是单吧 对不对 上面这块咱们都是MAP灯 是吧 MAP灯的数据 对不对 这是你的输入 这是你的输出吧 对吧 MAP灯的输出吧 中间的过程 杀手过程 咱们说过 是吧 那这就是什么 咱们suffer之后的结果吧 对不对 MAP灯 suffer之后 你不用什么 不用管咱们的 你就是单 好 那然后再接着 咱们说这块数据 实际上也是这样 拉到你的 你就是单吧 对不对 如果是三个MAP的话 那这块三块是什么 三个文件吧 对不对 三个文件 那三个文件之后咱们要什么 是不是你就是咱们要把这个东西给合并到一个文件里面吧 对不对 那这个咱们一样叫什么 那就不管了 直接把它什么 直接把它拿过来可以吧 就你的数据实际上还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吧 对 实际上还是这样一个数据啊 然后那这块咱们就放到这里面来 数据其实是一样的 这就是咱们什么 合并之后的文件吧 对不对 合并之后的文件 当然你要注意咱们什么 合并的过程咱们实际上 是不是同样要排细吧 合并其实也是要排细啊 咱们说过 那排细呢 它采用了谁的排细算法呢 其实还是你的key的compare to排细 对吧 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当然有个朋友跟我说 那老师你当时说什么 你说你这个suff过程 咱们说什么 suff过程分期加排细 排细你用的是快排 那然后你什么 合并咱们你好像用的是规并排细吧 对不对 那怎么会调用一个方法呢 是吧 怎么会调用一个方法呢 你要注意咱们这个方法 咱们实际上实现的是什么功能 我只实现了比较大小的功能吧 对吧 你什么 我比较大小 然后你采用什么算法器做排细 那是你的 对啊 算法问题吧 对不对 你是冒泡啊 还是什么 叫二分茶早啊 还是快排啊 这个都所谓吧 对吧 你底层你实际上还是什么 你必须得告诉我两个数 哪个大 哪个小吧 对不对 所以咱什么 咱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你的一个底层的实现吧 跟你用什么算法 没有关系吧 对吧 你用什么算法 我都要什么 我是不是都要知道这个数据谁大 谁小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咱们都要坎派兔 咱们就是一个什么 单程的比较你的大小吧 对不对 我就是比较你的大小 好 那这样一来咱们说这块 说这块咱们这种什么 这种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文件吧 对不对 那咱们说这个文件里面咱们说数据它有什么规律啊 排序对不对 对不对 按照咱们自定义的排序规则进行了排序吧 对吧 咱们自定义规则就是什么 订单号 正序 然后你的金额到序吧 对不对 订单号正序 你金额到序 然后再接着呢 咱们再接着就是什么 调用你的 是不是这边叫调用你的你丢失方法吧 对不对 调用你丢失方法嘛 咱们就不写的了 调用 是吧 调用的 那这边是不是就是你呢 你丢失 对不对 你丢失嘛 好 那咱们说你就是里面咱方法里面 他实际上写了个什么 对吧 什么key value value是吧 对不对 然后来个什么 contact 这东西咱们不管 对不对 那实际上咱们说过 你在这里面 咱们现在就来说你的 什么 top n 对不对 但top n的话 你是不是要什么 has next 是吧 是不是这个 well你has next 对不对 是不是我要来什么 我要来做一个循环吧 是吧 我要来做个循环吧 好 那这个循环咱们说 循环咱们执行的就是什么 对吧 循环咱们说你执行的就是你的glooping 是不是执行的你的glooping combinator 是不是执行的你的glooping combinator 对吧 对吧 我要什么 喜欢迭代的话 我实际上我是要比较你的key的大小吧 对不对 比较你key大小吧 对不对 相等还是不相等 对不对 那这块就是什么 我就是要用我的这个glooping combinator来欺骗你的迭代器吧 对 pads next不就在一直迭代你的数据吗 对吧 一直在迭代了什么 如果你迭代正确 那ok it.net 咱们能够获取到你的value吧 对不对 这个就咱们什么 这个就咱们的机制 是吧 等于是什么 好 这块 说我这一块数据 我调用一次 你丢失方法吧 对不对 然后好 那有什么 再接着咱们又是一个 比如说这个改成这样的 说这一大块数据 我又调用一次 你丢失方法吧 对不对 好 那然后再换一个 比如说这一块数据 我是不是再调用一次 你丢失方法 对不对 等于说这三块实际上什么 实际上我都是要调用你的 你丢失方法吧 对不对 调用你丢失方法 然后什么 咱们是不是一样 哎 我不是这样想 对吧 咱们把这个传递的值 是不是给他 对 我是什么 第一组的话 那我是把这一条数据 传给K吧 对不对 第二组 我是不是一样 将我的第一条数据 传给K吧 对不对 第三组呢 同样是将你的第一条数据 传递给K吧 对不对 传递给K 好 那这是什么 这就咱们的实现 逻辑 对吧 实现逻辑 那然后咱们就来看一下 咱们来做咱们的真正的实现 好吧 做咱们实现啊 好 那这个实现咱们要怎么做呢 那也一样 咱们直接在这边来吧 对吧 直接来个包 这个包咱们叫什么 托普安可以吧 好吧 托普安嘛 对不对 咱们本来什么 托普一也属于托普安的一种吧 好吧 托普一也属于托普安啊 好 那这边咱们就来直接 那先咱们叫什么 先咱们就写一个咱们的 加法并吧 对不对 先写一个加法并啊 就是什么 order order并可以吧 大写吧 好吧 是不是 order并 好 那然后咱们说这个order并咱们要 要继承什么 要实现什么接口 order并咱们要继承什么 实现什么接口 对吧 order并咱们说咱们既要什么 系列化这是肯定要的吧 对不对 然后比较 你也是要的吧 对不对 所以咱们这是什么 那就来实现一下咱们这个 叫什么lightable 看 那当然 WIAT I I T A B E 是吧 然后这个 是吧 comparable 是不是我要实现这个 对 对因为比较的话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 你要跟谁做比较吧 对不对 所以这边咱们是不是什么 一个是吧 order并 如果就直接比较这个就OK了 对吧 比较自己嘛 然后什么 那再接着咱们就是这个 对吧 我怎么说写这个呢 很窍欧欧是吧 对吧 我要继承的 我要实现的是不是这三个 对吧 我要实现的实际上就是这三个嘛 好吧 那好 那然后咱们再来 那咱们说这个里面咱们要带哪些参数 哪些变量 成员变量 对吧 那这个什么咱们是不是你的订单号啊 你的商品编号啊 你的金额是不是都要 对不对 都要啊 好 那这边咱们什么 那就先来写这个呗 对吧 freevite 咱们说这个是实际 然后你的什么 order ID 对吧 是这样的 然后再来一个 prive 咱们的 呃 咱们又是实际是吧 然后咱们什么item id吧 对不对 商品编号嘛 第三个呢 同样 prive 咱们这个有小数点吗 有是吧 有就用个什么 double可以吧 是吧 直接来个double 然后咱们这个叫啥呀 金额吧 amount还可以吧 可以啊 那然后再接着咱们 咱说咱们要实现什么东西 对吧 咱们的构造 击数吧 对不对 直接来一杯构造 是吧 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咱们说就实现一个不带任何参数的吧 对吧 咱们说过空参构造函数 是你必须得实现的吗 对不对 原因呢 咱们说过反系列化的时候 他会拗一个 对象 对不对 直接拗他的对象 然后什么 通过你的立的费用纸来读起咱们的 输入流里面的数据吧 对吧 读起咱们输入里面数据好 那然后再接着咱们什么 还是咱们要把这三个参数 都当着你的构造 函数吧 对不对 好那然后再接着咱们就什么 咱就是你的get set方法吧 对不对 get set咱们是不是都要 好吧 那然后再接着咱们叫什么 是吧 这些是不是就这些 comp2 light 然后什么 立的票子 咱们是不是都要写 对不对 那咱们这个comp2咱们是怎么去做呢 对吧 咱们说过什么 你的比较咱们是要比较谁 先比较什么样 先比较订单号 再什么 比较咱们的金额吧 对不对 当然咱们说过以金额的倒序 排列吧 是不是咱们以倒序来排序 对不对 所以这个什么 那定单号你要正续倒序都无所谓 是吧 只要什么 只要保证你的同一个订单的数据 在一起就够了 你是正细还是倒序 都可以 好吧 好 那这话咱们就来直接写一下 对吧 那这边今天是返回你的英特 那咱们就直接返回个呗 对不对 英特 然后什么 比如说我先来比较 咱们说过比较的是你的订单 好 对吧 是不是这个 当然这个什么 你可以不要get是吧 直接就咱们的order 自己的吗 不就是什么order点ID吧 对不对 那然后再就什么 点 咱们什么 团团吧 他自己本身也有这个团团团方法 对吧 实际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对象吧 对对象什么 咱们都会实现这种的 好 那然后再就什么 咱们是这个 order什么 get orderID吧 出第一步 我就比较你的订单ID吧 对不对 比较你的订单ID吧 然后什么 然后如果说我的订单ID相同的时候 我是不是还要比较我的什么 还要比较我的金额吧 对不对 那第一是什么 那是不是这边我就来一个 如果你是什么 如果你的temp 等等于0 是吧 当你等于0的时候 我是不是再继续比较 如果你不等于0的时候 我还比吗 不比吧 对不对 我就直接返回嘛 对吧 你是该 该往后挪就往后挪 该停在这里就停在这里 不管了 对不对 反正是什么 那第二个咱们是不是也一样 那是什么 temp 如果temp等于什么 咱们this 点amount 是吧 然后点什么 点咱们的什么 compare to 咱们什么 o点get amount 对不对 所以第二步咱们就比再高 然后再什么 最后我是不是就返回你的temp就行了 是不是这样的 返回你temp 然后什么 是返回temp吗 返回temp 咱们这个是正习还道习 是不是加个负好 负一嘛 你返回大于一的我就什么 道习你要注意咱们是道习 对吧 道习啊 然后什么你用当前的比咱们的历史的那是正习 你返回一的话 我就什么 我比你大的时候 我才会返回一 明白吗 比你大的时候 这样什么 这样就咱们上午说的 哎 我要比我小的时候 说什么 你返回个负一 那我当前什么 在当前位置我就走了 对不对 返回一的话 这个当前不是你的位置 我要什么 我要继续往下走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咱们都要 道习 好吧 道习就是什么 本来你是返回一的 我就要返回负一 这就是道习 好吧 道习排列 对吧 这是咱们道习 然后上面呢 有什么 上面如果你有道习 那就加加个负呗 一样的 对不对 加个负 好吧 好 那这块咱们的compa2 是不是就实现了 对不对 再加上什么 咱是实现这个light 然后什么 out点light 那light咱们第一个咱们是什么东西 使劲吧 对不对 实际上都要咱们要什么 light成这样的 utf的 好吧 那这样呢咱们就是什么 utf咱们就是一个order id吧 对 第四多的 id吗 然后什么 再来个out点什么 light utf咱们吧 itid吧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呢 out点什么 light double吧 咱数据类型是不是double的 对 然后什么 amount 是吧 这个就咱们的系列化 对吧 那这个呢 反系列化 是吧 就不写了啊 好 那反系列化是不是也一样 咱们说过要按照什么 按照你的顺序来 应点力的utf吧 对不对 什么样的类型咱们就用什么类型 第二个呢 等于应点力的utf 对吧 第三个咱们说 amount 然后同样等于什么 一点力的double吧 对不对 那这边就是 有这个好处对吧 类型它会直接把你的方法给你 整过来吧 对不对 好那这咱们lite 咱们再接着咱们还要什么 是不是还实现一个咱们的to使劲 对吧 to使劲嘛 你最终你要什么 你要输出吧 对 最终你要输出吗 咱们什么 咱们说key value 咱们都是这个orderbin对象吧 对不对 key value都是这个orderbin对象 好 那这个呢咱们也一样 来个to使劲搞定 对吧 to使劲咱们这边什么 也一样 对吧 返回的就是什么 斜杠tv 是吧 然后再接着什么 再接着这个 先把它直接拿过去吧 是吧 斜杠T嘛 然后呢 再来一个没了 是不是这样的 直接都返回这样的斜杠T可以吧 可以啊 好吧 就以这份table键来 分隔我的数据 可以吧 好 那这是咱们的java beam 咱们是不是就已经实现了 对不对 就注意什么 咱们类实现什么 注意的就是你要比咱们的普通的类 咱们要多实现你的系列化方法 多实现什么 实现你的比较方法吧 对不对 好 这是咱们第一个 然后再接着咱们什么 排细写好了 再接着咱们要做分区 对吧 分区咱们就来一个呗 比如说你的什么orderID partition TION一样 对吧 我是不是要什么 按照我的订单号 做分区吧 对不对 那这边也一样 咱们继承一下你的partition AR TIT 是吧 继承你的partition的类 然后这边呢 同样咱们要注意 咱们前面说过 你的key value key value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order什么 order order dr bin 是吧 order b吧 那第二个呢 value呢 value用闹是吗 对吧 这边咱们好像是用闹是吧 是用闹 那这个怎么 咱直接一步到外 直接什么 都用我的币吗 可以吧 都用我的币吗 那你要输 咱们输这个也行吧 脱不外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输这个 我不 我不读你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不读你直播什么 直播咱们说过 哎你这种程序 咱们尽量是 需要什么 咱们就写什么 对吧 正常情况下来说咱们注意咱们什么 正常情况下咱们的 那我来太不 是吧 咱们是不是就一个闹就ok了 对不对 拓不外的 好吧 那咱们什么 这个就直接拓不 那就先这样吧 先不管他 先写一个拓不外的 对吧 先写一个拓不外的 好 那然后这边咱们就什么 是不是这边咱们一样 要实现一个 哎 实在是吧 这个吗 是不是有实现一个get partition 方法吧 对不对 咱们说过这什么 getpartition咱们是要怎么做 对吧 咱们什么 咱们是不是按照咱们什么 按照指定的咱们什么 指定咱们什么量 order id 然后相同的 什么 bin 然后发往 相同的 什么东西 也就是 task吧 对不对 我的自定义partition 我是不是就做这个事的 对吧 你的订单号相同的 我就一定发往同一个 也就是嘛 同一个你就是他这个处理吧 对不对 这就是咱们分期的意义啊 对吧 咱们说过分期就是什么 春发数据嘛 对不对 什么数据发往零期 什么数据发往一期 什么数据发往二期 对吧 这个期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咱们的 就是task 对吧 咱们有三个理督它是咱们什么 咱们就三个期 明白吗 有几个理督它是 所以咱们说咱们说咱们 你设置你的理督它是数量 实际上就是设置着咱们这个东西 对吧 那么他提醒看到没 这个数量什么 这个数量就是咱们在 man方法里面 叫不点设置 那么你就是task是 那一个的值 好吧 他会把那个值传到这里面来 好 那然后大家咱们感觉来看一下 那这东西咱们怎么做 对 咱们怎么做 是吧 直接什么 直接写个理探 是不是也可以 对不对 咱就不管它 直接来个理探 你爱理探什么 就理探什么 对吧 那首先什么 这东西咱们也给它改一下吧 是吧 改成key 这个改什么value 是不是可以 对不对 变量嘛 那key点什么 key点咱们的order get order吧 就订单号 然后再来一个什么东西 再来一个咱们的hashi code 可以吧 对不对 咱这个东西也什么 也跟咱们上午一样嘛 跟他的hashi partition 采用一样的方式吧 hashi partition 咱们是不是还来一个什么 对吧 还来一个咱们的in 对吧 点咱们的max 是 是吧 然后再接着我就要来个什么 除起 起 起 咱们的这个number parti线吧 说我这个就是这样的 对不对 就是用它的hashi code的值 当什么 其实主要就是用你的hashi code的值 除以它吧 起 对不对 就这样起 咱们什么 就说咱们要尽量避免咱们上文那种情况 叫什么 你的这个分期数量斜实 对吧 你的分期号斜实的情况 所以咱一般来说都是采用这种的摩影咱们的 number数量的 好吧 一般都是采用这种的 好 这是咱们什么 分期 就分期就ok了 对吧 注意啊 分期其实就这么简单啊 好吧 分期就这么简单 反正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返回一个你的七号就是了 分期号 好 那然后再介绍呢 咱们就来 是不是再介绍咱们要实现什么 glooping complete吧 对不对 咱们把什么把依赖的三个组件先给实现 我要实现一个按照我的order订单号orderid吧 对不对 按照订单号来做分组吧 是不是 按照订单号来做分组 好 那这边呢 咱们注意咱们什么 咱们这个 那同样你要继承你的机类吧 对不对 那就什么 继承一下呗 然后再介绍咱们这个看一下 是什么东西 lightable 什么 comparable wri table 然后什么 后面是 是这个 这个 lightable complete 可以是这个 好吧 当然这个东西咱们什么 咱们直接来看 咱们看一下这个东西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看到没 继承 这个东西 对吧 它本身就是继承这个吧 接口吗 对不对 实现了咱们什么 light complete 接口吧 对不对 这个咱们先写啊 然后咱们待会咱们再来说 这个 这块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 好 那这边呢 咱们注意咱们要实现什么东西呢 对吧 咱说这个功能咱们实际上是 什么功能啊 对吧 咱们这个功能 功能咱们说了什么 实际上就是欺骗你的 迭代器吧 对 欺骗 迭代器嘛 其实咱们主要是什么 用于控制 咱们suffer 然后什么 过程中的什么 过程中咱们的 你就是 对咱们的什么 key value 还有见值对的 聚合逻辑吧 分组嘛 对吧 key的一个分组嘛 对不对 按照你的key分组啊 这个就咱们最快的 好 那这里面咱们要实现什么东西呢 对吧 要实现什么东西 当然什么 当你非得说我要实现一个 这个 这个继承的啊 这个继承的啊不对 不是要实现那个吗 构大函数呢 我这个就叫这个lightable什么吗 也不对呀 哦 是到哪去了 怎么会是他呢 这名字是不是给错了我感觉 是吧 那就给一个空的吧 哦 出来之后他就是这个 那这个咱们先不管了 好吧 是不是这个东西也一样 咱们要先实现一个 什么 实现一个咱们的这个构造函数对吧 当然你要实现这个也行啊 好 那然后大家咱们注意咱们重点其实在于你实现你什么 实现你的方法吧 对不对 然后看一下有什么方法是咱们要实现的 那咱们要实现什么 是不是应该是这个 对不对 咱们实现的是compare方法 好吧 compare方法呢 这里面什么lightable comparable 那咱们是不是实现这个就ok了 对不对 实现这个也行 实现这个也行 好吧 实现这个实际上上面这个也行 好吧 那咱们就直接来吧 实现一个这个就ok了 好吧 那这个呢咱们来看一下咱们到底该如何去实现 对吧 到底该如何去实现 那首先你看一下这两个 参数 A跟B是咱们要处理的参数吗 对 首先咱们什么 咱们把它转换成咱们的order 病吧 对不对 直接转换成order 病啊 order 然后什么病 对吧 然后什么 A病 可以吧 那就A病没 然后等于什么 等这个直接转一下order order A病 然后什么 咱们这个 你这个怎么有个红的 没有了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是不是也一样 order 然后什么病 咱们来个B 对吧 然后这边呢 同样order 这个病吧 然后这个什么 咱们对象B 是不是ok了 对不对 然后咱这个时候咱们要比较 比较的是什么东西 对吧 你看 咱们什么 将 咱们什么的 order ID 相同的什么 相同的病 视为 叫什么 相同 对吧 就是只要什么 只要你的order病里面的你的订单号相同 我就让它什么 让它相同吧 从而咱们做什么 从而聚合为易主 对吧 就是我可以什么把它判断为 同一组数据吧 对不对 同一组数据 那这边咱们就来看一下咱们的担 你担应该是你担什么呀 对不对 A病点什么 A病点 get order ID吧 然后再来什么 点咱们的什么 compare to 然后什么 B病点 get order ID吧 出子要什么 我就把它两个做一个 比较 就OK了吧 所以咱这个肯定都返回的是 int 类型的 东西吧 对 就是咱们什么 就是咱们 int类型东西 好 那这是咱们这个 当这个呢 你可以写一个啊 什么叫什么 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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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的这个 是吧 直接写个这个其实也行啊 好吧 咱们用不着它 好吧 那这边呢 调用一下咱们的super的东西 好吧 就直接来指定一下 order b 点class吧 然后呢 后面就是你的一个cho 好吧 click 看到没 创建什么 这个就是咱们指定一下 我这个东西我要处理的加把病 是什么吧 对不对 其实这就是关联一下嘛 关联一下我加把病 好吧 你要处理的 你要比较的对象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 好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这样一来咱们这块写完了吧 是不是也写完了 我就只要什么 咱们说过 我就只要实现一个get 而不是叫什么 比较你的订单号的大小吧 对不对 比较你订单号大小 当然这里咱们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什么 就要如果说你这个东西 跟咱们的order病里面的哪个呢 complete 2 明白 如果你们俩的比较逻辑是一样的 对吧 就这里咱们现在这边是不一样 是吧 不一样吗 咱们这边比较的是你的订单号加你的金额吧 对 这边是比较你的订单号吧 如果咱们这两个是一样的 你要注意 complete 2 那咱们什么 咱们不需要实现 grouping complete later 类 对吧 他默认的实际上就采用的是你的key的compare2方法来做的 比较 好吧 默认实际上就采用的key的compare2 就说你俩如果一样的话 咱们没必要实现你这个compare方法 好吧 没必要实现你的compare方法 好 好 那然后再叫咱们什么 所以最后咱们就要来求咱们的torp torp n 吧 对 实际上的torp 好吧 这个torp1 torp1咱们一样写 都行啊 无所谓 好走着 那然后呢 这边咱们就直接来比如说什么static 然后是咱们什么class 然后什么torpn 然后什么map 是吧 然后大家有times 然后什么 咱说这个就是你的map 是吧 然后呢 这边咱们要写什么 long letable 这个没有意义吧 对吧 咱们的key in value in 肯定没有意义 那咱们的out呢 咱们刚刚说了什么 是用咱们的order beam吧 是吧 orderbeam 然后后面呢 后面咱们那个pati件那边咱们是用的谁 nong letable吧 对不对 直接用的这个nong letable 好 那然后再就到这边 咱们把它补起来 然后这边咱们叫什么 实现我的map方法吧 对不对 直接实现我的map方法 好 那这边map方法咱们怎么实现 是吧 第一步 完全没有什么 没有新意 是吧 对 第一步都是这样的嘛 肯定要转换吧 对不对 那然后第二步是不是也没有新意 对不对 直接什么light点什么 splete 是吧 那这边咱们切割 咱们用谁来切分 对不对 用谁来切分 咱们这个数据是什么样数据 逗号 是吧 逗号 逗号 逗号嘛 这边就是逗号呗 然后这边咱们指定一下fills 然后第三个呢 对吧 第三个呢 对吧 第三个怎么做 是不是教你这些属性全都射到你的 我的病里面去吧 对 那就什么 那就直接来个被我的病 对吧 然后什么 就一个病 然后等于六一个order 病吧 对不对 六一个order病 这边成什么 成参数 不要字 不要自己啊 0吧 对不对 是不是012 就结束了 是吗 012就结束了吧 好 那然后是不要字 1 那什么 不要字 2吧 嗯 是吧 对应的是这些吧 哎 这是谁呢 啊 最后一个是 double是吧 点pass double ok了 是吧 可以了吧 好 这是咱们的 map灯 咱们好像就是要处理到这里 就完了吧 对不对 那不然咱们直接处理到这里就完了 好 那然后再接着咱们就做什么 对 直接就来个什么呢 啊 contact 点 light 然后什么 咱们这个order病 是吧 no lightable 点get 对吧 获得你的什么 那我来的一个值吧 对 咱这里是成值啊 不是什么 不是你的类型吧 是吧 不是你的类型啊 好 那这是咱们这一块 是咱们麦夫咱们就结束了吧 是不是 麦夫直接就结束了 那然后再接什么 那就你丢失呗 直接递一个 然后class 然后怎么 咱们的什么top n 你丢失 是吧 你探子 然后什么咱们的你丢失 对 这边也一样 然后这边咱们说它是什么 order order 那什么 now lightable 是吧 然后咱们的输出呢 是不是也是这个 order bing吧 o an b 是吧 是不是这个也是这个 now lightable吧 对不对 咱输出的数据嘛 是不是这样的 是我就输出你的订单 我不就输出你经常笑吗 对不对 其他的我还用管吗 不用吧 好 那然后这个咱们怎么做 对不对 然后什么 等这块就是写一个 你丢失 ok了 对吧 那这块咱们怎么样去处理呢 对 现在我先什么 先写一个top one的 是吧 我现在我是不是就只要输出 一个 结果吧 对 对 每一个订单 我就输出你的最大的 那个值就ok了吧 对 好 那这时候咱们怎么做 对 好像不用什么 好像不用做任何的操作 对不对 不用做任何操作 直接什么 直接输出吗 对 那就是什么 contact 点light 咱们什么 去 然后咱们什么 now lightable吧 那我来的时候点get 是不是就完了 对吧 top one 咱们其实就这样就完了 好吧 好 那然后再就到 咱们待会再来top one吧 对不对 现在我就什么 我就直接就是一个top one就完了 好 好 那然后就是你的man方法 对吧 man方法 man方法怎么写 不写了 copy过来行吗 是吧 是吧 copy过来嘛 改下东西不就完了吗 在这吧 好 那这些东西看一下有谁 这个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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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是不是这些 然后那就看改哪个呗 前面这个都一样 那这个呢 改一下 叫这个叫啥 top n 是吧 top one吧 对吧 这怎么 这个错也没有 那个是吗 啊 那然后这个咱们就是什么 咱们这个咱们是叫top n吧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叫什么top n的mapper 是吧 这个咱们就是什么 order 不是不是不是 咱这个上面是order吧 画面是吧 or 的病吧 对吧 下面这个是now now 来开不吧 对不对 那下面呢 是不是也一样咱们叫什么top n的 你丢手 对吧 那然后这个 这个 咱们叫什么 order 病的 对吧 那这个呢 Now Lightable 是吧 是不是把这东西改了就没事了 对不对 这个哪个地方还不错呢 最后这里还一个 是吧 然后咱们就把这个输入输出 是不是改一下就完了 然后 copy路径啊 是吧 这个咱们就 那就直接改这 GP是吧 对吧 那这个呢 改成GP 完成 哪个地方有一样的 GP Autop的 GP Autop的 那把它删了呗 有这么多GP Autop的 前三 以前测试过很多次 难道 是吧 那咱们是不是这样就OK了 好吧 不管我不OK 咱们来跑一下是不是 对不对的叫什么 拉出来溜溜是吧 对 溜一下 溜对了就对了 溜错了 再改嘛 对不对 好 那溜一下 好像没报错了 好 那就没报错吧 没报错咱们来看一下 GP 怎么这么多 咱们还没有设 咱们还没有设 他提前没有设 Grooping Completor吧 对不对 是这边的 你的自定义的 自定义的内容 咱们一个都没设是吧 我说怎么直接就出来这么多呢 好吧 那就是咱们设置一下呗 是吧 设置一下咱们 定义的逻辑吧 好吧 不管它是哪个 咱们什么 直接设就行了 设置 然后什么 partition class 然后什么 咱们这个叫order order ID partition 对不对 点class一下 那然后再叫咱们来下一个 job 然后点什么 set 咱们这个叫什么 Grooping Completor 对不对 class 然后什么 咱们也让order order ID Grooping Completor吧 点class 是 是不是这样的 对 咱们刚刚是没有设置这两个 然后咱们来把这个东西给干掉 是吧 我说把这个干掉就OK了 好 然后咱们来跑一个 好像也没有问题吧 对 也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你的输出 是不是 是这些吗 是吧 最大值好像是这个 是吧 GP1的这个嘛 GP2的这个 GP3就只有一个 对吧 就只有一个 那这个问题 没有错吧 对 没有错 那咱们先休息一下吧 先休息一下 咱们待会再讲一下咱们的托普恩就完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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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